拉麵来了,哇,你看这大碗 你看,看一看,是不是一青二白,三红四绿五黄 咱们拿筷子啊 哇,下班的高峰啊,看看这个,有一家,哇 哇,中国兰州牛肉拉面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,王爷们好,亲人们好,我是尹耀松 前几天啊,小松路过这个Bluid,就是在雅加达北部啊,有这个华人聚集区吧 然后看到这个牛肉拉面啊,哇塞,小松最爱吃的就是牛肉拉面啊 你看这个招牌非常正宗啊,所以今天小松特地过来尝一尝,OK,Let's go 一国他乡,能吃到这碗牛肉面啊,不容易啊 等一下,得跟老板聊一聊啊 刚才跟老板说了,可以拍啊 您好,哈哈 哇,难得呀,这个,在这个,印尼还能吃到这个正宗的牛肉拉面啊 您贵姓啊? 我姓马 哇,金马 哎,马保国,不是 哎,不是 喂 不是 哎,把他都回满,给我接了,找回来了 好的,这个老老板啊,这是打电话啊 嗯,咱们看看菜单啊,咱们就吃牛肉面了 看看这个,中国招牌清真,哎呦,真不容易 哎呦,咱们这个,一碗拉面多少钱啊,大概 我看 印尼多五万 嗯 印尼多五万 人费这会是25块 哦,那还挺,挺实惠的 嗯 不贵 还可以 也不是,不贵 还可以 行了,挺好的 印尼多五万 对,那不贵 对 你想,那个成本也不便宜呢 您在这边多少年了,在这边 我在这边六年,七年了 六七年了 哦 很少有开拉面馆,很少 嗯 嗯 我在亚特达看 好像这个招牌,您这个招牌只有一家 好像没有别的地方没有看到 现在今天,今天开了两三家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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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知道就三家 嗯 这是一家 嗯 还有这个 在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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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寓有一家 嗯 那日刚开也没多久 嗯 马迹 然后还有那个 在 在 那个市场里边有一家 啊 这个是 它不是 对 但是它可能不是正宗的清真的 那边 好了 我点一份 对 我点一份啊 拉面 好 你还有吃什么吗 等一下,我再看一看 先点一份拉面 好 你可以点一份拉面 耶,拉面 二系 他知道啊 哎呦 哇 你看这个 小葱 这个吃这个拉面 就是专业啊 咱们就点二系的啊 嗯 他们在这边 他们喜欢的 哦 那他厉害 都是您教他们的啊 对 厉害厉害 嗯 我看您的照片 在这有名人来了 是吗 哦 这是从 咱们从国内的师傅过来啊 嗯 您是 就是 兰州人 对 对 哎呦 甘州 甘州出来 开面馆是很多啊 嗯 嗯 南州当然就是 都是甘州 都是甘州 对 还有醋 我看看这调料 还有醋 哎呦 真不容易啊 你看看 还能吃到这个 哎呦 这醋还是老醋呢 哎呦 你看 这醋还是乳醋 对 一看就是老醋 它颜色深啊 还有咱们咱们 是这个看一看 红油辣子啊 你看 人家 准备这个 这个 放这个调料 放辣椒油 这个都是从国内 用过来的 你看 看着就有食欲啊 叫什么 一红二绿 什么 哦 叫什么呢 哦 一青二白 三红四绿 五黄 云香 啊 那个就是 哇 你看这个 墙壁上这个 呃 挂的这个牌子 挺棒的啊 你看 一青呢 就是这个汤青啊 啊 然后这个白呢 二白就是白萝卜 哎 三红就是辣椒 红油辣子 四绿 青蒜 啊 一般都不是好葱啊 都是正宗的 都是青蒜啊 嗯 提 它比较提味啊 然后五五黄 咱们就是面了 哎 肉就不用剥了 筋道啊 你看 就这一碗 这也是功夫啊 啊 那就是功夫啊 啊 对最早就是叫 马 马保国 是不是啊 啊 啊 挑着扁担 啊 走街串巷 最早的时候 用这个叫什么 蓬灰水 啊 蓬灰水 其实就是 呃 苏达 啊 类似哈 啊 对 哇 你看还有各种盖饭 挺全的 价格也不贵啊 北京哪里的啊 我是北京顺义 我顺义 嗯 顺义是个市吧 算是区吧 区吗 嗯 北京市的区吗 对 顺义区 顺义区 您去过北京吗 我去过 去过 去哪个地儿玩 长城啊 八达岭啊 故宫 故宫也去了 故宫里面没进 前面广场 前面广场 对 那还有王府井 哦王府井 步行街 对 北京 名胜古迹多 那个时候是几年吗 啊 名胜古迹多 2008年还是 2007年是 对 2008年 2007年 哇很早了 那时候奥运会的时候 那变化很大 啊 因为他修那个奥运场馆 嗯 那时候那个路 都整个 对 对 我是07年到的雅加达 哦 那么早 嗯 有16年了 看看他拉的怎么样啊 你看 你看这边都是 本地的师傅了啊 他们国内的师傅 交给这个本地的啊 但是我看着他们的胳膊呀 都太单薄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拉面师傅的胳膊都很粗啊 尤其这个小臂 小臂 小臂这个这块 手指都很有力啊 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他这个面啊 筋道呢 得把它揉圆 啊 这个面就筋道 你看 那行啊 哎 不能有段了 啊 这边煮面啊 OK 黑白吃咖喱 哇哦 我的个家我的了吗 我的 我的 我要打混 我的黑白吃咖喱 不要再打混 哈哈哈哈 小松跟他开玩笑啊 我说这个拉面得三年才能学成 啊 他说他现在已经拉了两年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拉面来了 哇 你看这大碗 你看 看一看 是不是 一青二白 三红四绿五黄 哎 咱们拿筷子啊 哇 好久没有吃这个拉面了啊 刚一次在那个马记的那个拉面 吃了一回 咱们来点辣椒油 哇 来点辣椒油 先来一点啊 看看辣不辣 看着就食欲 现在这个 这个 牛肉汤的这个味道啊 就 扑面而来啊 真是 在这个印尼还能吃到这碗正宗的拉面 真是不容易啊 你看 看这面就有筋道啊 咱们得来点醋啊 这个是 老板说啊 是从中国这个 用过来的 这种老醋啊 这种老醋啊 山西的老醋 你看颜色就深啊 小来一点啊 哎呀 这个回家的感觉啊 这个现在是 咱们先尝一口汤啊 看看这个汤 怎么样啊 你看 这勺都是 国内的勺 看看 哎呦 香啊 真香 啊 第一次 特地过来的 特地过来的 今天特地说 今天特地说 今天怎么想起过来这里吃面了 特地 前一阵子就想过来 哦 今天特地过来的 特地过来吃这碗面 哦 啊 你这本到老师的话 哇 这马老板啊 已经开了在这边开了五六年了啊 为什么您 想在这个印尼这边开这个拉面馆 为什么呀 开始想想 想法是什么样的呀 刚开始 这边就是 穆斯林也比较多嘛 哦 我也是穆斯林嘛 哦 等于是这样 我们在饮食方面 各方面就比较 能喝得来嘛 哦 明白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邮件 哦 是因为这个 所以才到这边来 嗯 想一想就开这个 嗯 以前是不是有开过店 开过 以前我在国内开了 哦 十几年了 哦 怪不得 所以随便开就可以啊 不懂了 怎么运动 那里面的拉面炒面 都我们都什么都 对对 不懂了就比较麻烦 对对 等于您 清车输入 很容易就开始拿走了 在一清之间 一清刚来的时候 哦 所有的员工都跑了 只有只有我一个人 啊 就你一个人在这边 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 怕嘛 哦 怕那个传播 传染 人家的那个是比较严重 哦 那您还经历过这段时间啊 挺不容易啊 因为那个房租啊 什么的都得 还得 我一个人在这里 做了 一年 大半年了 大半年 后来才慢慢的 开放了 才有人 后来就招到这边的员工了 哦 怪不得这样 一个人一个人在这里 哎呦 那您真是够坚持的 也不容易 不是很辛苦的 那个时候 一个人做的话很辛苦 对 所有都是一个人 那就坚持下来 要不是我的那个 坚持的话 这个坚子就又关了 哇 您厉害 真厉害 我们当时那边 我们还开了一个 那个 森子拉巴 还开一遍 那边还开了一个坚 哦 现在还有吗 我们一起的朋友 开了开了以后 疫情来的时候 他们都回国了 他坚持不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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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不住回国以后 那个坚持都扔掉了 哎呦 真幸亏您 马老板 谢谢谢谢 哎呦 哇 吃到这碗面真不容易啊 你说疫情的时候 差一点就关了 结果 等一下看您的习惯视频 好 谢谢您啊 谢谢您 好嘞 等一下我们加个杯啊 好嘞 吃完了 太棒了 在这个异国大乡 还能吃完 吃到这么热蜂蜂的牛肉拉面啊 真是不容易 也感谢这个马老板啊 这么的坚持才能吃到这碗面啊 好了 那今天跟马老板聊的也不错啊 也挺好的啊 在这也是打拼 在这个印尼啊 啊 酒足饭饱啊 这个下回咱们带孩子再过来 带老婆孩子过来尝一尝啊 在家里过来尝尝 对 好了 印尼小松在拉面馆啊 那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 谢谢 大哥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